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经过一晚上的新陈代谢之后 一般早上都是会去厕所的 但是如果你早上起来没有上厕所的话 你就要看一下是否是自己的肾脏出现问题了 无法正常的代谢尿液 那么就会造成无尿了 二 手部或者是其他位置出现浮肿的现象 多半是因为身体的代谢不完全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肾脏出现问题了 从而无法将身体中的水分排出体外 就会导致身体浮肿了 三 关节经常出现疼痛 那可能是因为身体中的尿酸过高 出现的结晶现象沉淀在我们的关节位置 这样就会产生关节疼痛了 大家有这样的现象的话就一定要注意了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的脚气而烦恼呢 脚总是又臭又痒 今天就来分享一种树上的叶子 经常拿它来泡脚赶走脚气 脚气不再反复 那就是柳树叶了 柳树啊无论在哪里呢都是非常常见的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只需要采一些柳树的嫩叶之后起净 放入水中煮沸即可 我们在泡脚的时候要保证水在40度左右 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 浸泡啊30分钟即可 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早晚各泡一次脚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7天左右啊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啦 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试一试茶叶泡脚 尤其啊是绿茶的效果是更好一些的 大家不妨试试看吧 有很多口臭的人呢自己都闻不到 那就造成了非常多的口臭尴尬 那今天呀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喝水的时候加入遗物去除口臭很简单 研究表明呢口腔出现异味啊 多半都是因为我们舌头上的舌苔 含有非常多的细菌和毒素 这种细菌和毒素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臭味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 可以在我们的水中加入一些柠檬片 有很多减肥的朋友都会非常喜欢喝柠檬水 柠檬水除了能让我们减肥瘦身之外 还能够促进我们口腔唾液的分泌 这样啊就可以大幅度的消灭我们口腔中的细菌了 从而起到缓解口臭的作用 所以说呀大家在平时的时候 如果出现口臭现象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尝试一下 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柠檬水 这样口气就能更加清新了 口臭啊也会去除掉 我们身边的三种尿酸加速剂 30岁以后啊就要少吃了 不然呢小心尿酸膏找上你 1.骨头汤 高汤等 虽然说大家都觉得高汤呢对身体非常好 但是骨头汤这一类的食物中 飘零含量都是非常高的 那长期食用呢就会导致尿酸升高了 所以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啊 还是多喝一些蔬菜汤吧 2.花生 豆类食物 这一类食物中的 飘零含量啊也是非常高的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少吃 尤其是减肥的朋友 这类食物啊就更要少吃了 3.调料 有很多朋友呢都特别喜欢重口味 尤其啊是像蚝油海鲜酱油这一类的调味品 大家都非常喜欢用 但是这一类调味品那都是经过浓缩提炼的 其中的飘零含量呢也是非常高的 不建议大家大量的食用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少吃这三种食物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